在各种春波粮食作物中有一种海水稻特别值得关注 所谓海水稻其实既不种在海里也不用海水浇灌 它是耐盐碱性水稻的一个俗称 正因为具有一定的耐盐碱能力 海水稻可以在海滨滩涂内陆盐碱地种植 眼下全国海水稻大规模插秧陆续展开 今年全国预计推广的海水稻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 进入五月下旬山东陕西新疆浙江等地陆续开启今年海水稻插秧 环渤海湾的山东省维坊市有着大面积的盐碱地 过去盐碱地没什么用 而现在耐盐碱的水稻由最初的1000亩试验田扩大到了今年的5.8万亩 随着国家与各地对粮食生产和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科研院所加大了这方面的关注与投入 这也是这两年盐碱地利用面积迅速扩增的原因 从2012年到2022年耐盐碱的海水稻已从科研试验阶段发展到产业化规模化推广 截至2021年底全国海水稻种植面积达到60万亩 分布在黑龙江 山东 江苏 新疆 内蒙古 浙江等十多个省份 品种覆盖全国四大类典型盐碱地 优优独播剧目 照енд饮 感谢观看